好 再来看到的是台湾输出鱼货到大陆去 先前我们讲了说石斑鱼被禁 说是因为里头验出禁药的问题 现在说冷冬白带鱼怎么也被禁 原因是因为它的包装外头验出了新冠病毒 大陆方面第一次禁了我们的白带鱼 这当中他们锁定的是这一家水产北都水产 他说只要禁一禁就禁一个星期 原因是因为外头包装有新冠病毒 好 这件事情大家就会问了 怎么你这边出口过去的会被验出新冠病毒 你到底台湾这边我们有没有负责的单位 来做相关的查验呢 结果现在就有点踢皮球了 农委会这边防检局他们讲说 这部分应该要问食药署 食药署的部分说从来没有验过有新冠病毒 而其实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在问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做事情 原因是因为有先例啊 人家其他都被禁了你知道吗 厄瓜多冻的这个南美白虾 还有韩国的韩服印度虾 以及越南火熔果 其实先前都曾经因为同样的问题 而被禁运过 好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 这不是针对台湾的个案 而是现在大陆他们的规定就是这样 那你就会问了 那我们目前像这次有问题的 这个北都冷斗食品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包装的 他们说其实他们也很严谨啊 边装箱边装袋他们就有消毒 那装柜完之后有再消毒 运出货运之前也有消毒 现在就要讲了 是不是在处理余货的流程 供应商这边会有问题 而其实先前我们自己也是很在意包裹外面 是不是会有所谓的新冠病毒 还记得吗 当时邮局曾经把来自中港澳的包裹 通通会先送进消毒局里头消毒之后 还要静置几天之后再配送 这一回传出有这么样一件事情 民进党的部分当然就讲了 这就是典型的 以伤以农逼阵 但是在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往下看看 他们当然就讲希望透过机制 大家好好沟通解决 帮渔民把货出出去 无谓的谩骂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台湾冷冻白带雨输入大陆 被验出新冠病毒阳性 陆方暂停相关产品 被此农委会反击 大陆应提供完整科学依据 中国在近年来 他针对不同的国家 不断的以COVID-19为理由 再影响国际贸易 中国应该要提出更完整的科学依据 不过台湾水产品出口前 是否有检验 陆委会把问题丢给食药署 食药署回应 输出品项非管辖范围 两单位互踢皮球根本没验 专家解释 这些水产品并非海鲜 携带病毒 而是外包装在运送过程中 被病毒感染验出阳性 有必要严禁输入 自上月以来 大陆分别在美国孟加拉 印度和越南冷冻鱼虾等产品 验出阳性 台湾则是白带鱼 研究显示 设施零下20度病毒 可存活两至三个月 即便冷藏也能存活14天 青岛疫情爆发时 曾回溯源头 在冷链屏采集到新冠活体病毒 可由误传人 大陆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也对冷链水产品的管控 更加严格 整线平于北京报导 这么一件事情 大家就要问了 这一家北都水产到底在哪里 它在基隆的八斗子 主要就是负责冷冻出口 整个客源是涵盖着北海岸了 而它的上游业者 有没有可能把沾有病毒的 余货流入国内市场 这是现在台湾人最在意的 食品冷冻工厂外冷冷清清 工人居在门口用餐议论纷纷 台湾外销白袋鱼 遭到大陆驗出外包装 含有新冠病毒 更直接点名出口商 是基隆的北都食品冷冻公司 公司员工也赶紧澄清 我们这个厂外 厂外包装的跟我们没有关系 透过我们曝光出去的 透过你们曝光就对 强调只是帮忙外销 不会帮忙包装 但公司内部员工透露 他们主要出口大陆 整个北海岸到宜兰 都是他们的客户 这些传动业者 把鱼岸边包装好 直送北都冷冻庄柜 只是上游除了外销 有没有内销 他们也不清楚 就怕占有病毒的源头余货 可能流入市面 新冠会员病毒 在负80度气的状况之下 可以永久保存 病毒在回温之后 往往会复活 国外研究 机动下病毒依然能生存 这样买冷冻食品还安心吗 来到卖场商品拿来拿去 就怕让双手沾上病毒 专家也提醒 购物前后做好两件事 就能降低染疫风险 专家提醒购物时 不要碰包装后手 摸口鼻 口罩也要戴好 回家也要马上用肥皂清洁双手 如今挑选冷冻食品 也有风险 但农委会坦言 不会对外包装进行病毒检测 一次粘毒外销的余货 来源依然不明 国内人人自为 民众还是要做好自身防护 以免病毒染上升 这是叶维林游涛台北采放报导 自己的清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 旺旺水神机 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 这个雾化器 大的雾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这两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 CTI 285 请你再次给大家推荐 继续 龙了 白兹 解决 谢谢观看